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菊他妈死得早 跟着我没过过好日子 我死后就拜托给你了 留的那笔钱足够你把他抚养成人了 男子拉着大叔的手看未到 放心吧 我会对他像亲生女儿一样的 大叔听后似乎了了心愿 然后瞪着眼睛就这样领了盒饭 之后 男子将小菊带回了小菊家 可是镜头一转 男子戴着手套在屋里收拾着自己的痕迹 烟灰呀 头发呀 脚印呀 床单呀 男子随后又将一把钥匙挂到了小女孩的脖子上 只是小女孩已经被吊死了 之后男子重新把门反锁 就像从来没人来过一样 然后转身离开了 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镜头一转十几年过去了 一个剧组正在一个片场拍摄电影 一个镜头拍完 导演询问着各个部门 这个镜头有没有问题 作为电影制片场录音师的男主霍峰表示 录音不太行 因为搭建的楼梯木板太薄 录出来的声音不太浑厚 希望导演能加厚楼梯木板 可是导演说预算不够 所以希望等今天收工以后 让霍峰带着女演员小红找个地方重新补录一下 霍峰之后就把小红带回了自己的家 那是一栋即将拆进的旧楼 楼里的大罗鼠住户都已经搬走了 只剩下一个退休主任老王和一个倒卖骨儿的二狗 可是当霍峰在给小红录脚步声的时候 他总感觉脚步声不太对 而小红也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看 就这样来回录了几次还是不行 霍峰就略带调侃地说 小红 再录不完你估计得住这儿了 我倒无所谓啊 反正我架来的床又在肉软 单身这么多年 练球的武功刚好也可以实战一下 小红在影音圈混迹多年 早就习惯了剧组人员的调侃 可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击 就盯着楼梯口入了身 随后他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并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女孩身影 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霍峰 霍峰是个无神论者 自然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的 于是就打开了楼梯口的大门 一个人走进了地下室 他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一个荒废许久的房间 屋里还挂着一个绳子 看样子应该是小局吊死的那个房间 霍峰在屋子里寻觅了许久也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于是就又回到了楼梯口 可是发现小红不见了 霍峰觉得奇怪 楼身的二狗走了下来 他看了看地下室开着的房门 然后紧张的对霍峰说 你 你压胆子挺大呀 你扒了的时间短可能不知道 自从十几年前地下室厮杀过几口人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进去过了 随后霍峰回到家 拿出录音设备回放刚才录的音像 发现里面确实有种很奇怪的声音 这时她接到了小红打来的电话 小红说她进去之后 自己似乎看到了一个男人跟一个小女孩的身影 所以吓得就赶紧回家了 霍峰表示她在地下室什么都没有发现 不过确实录到了很奇怪的声音 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小红表示马上过来 两个人再碰一下 可疑高人胆大的霍峰却等不到那么久 于是挂了电话 一个人备着录音机又来到了地下室门口 她认真的听着而返 那个诡异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霍峰就在那儿录音 楼上的退休主人老王锁了下来说 大半夜 你搁这儿弄杀来的小伙子 我家电视突然不出事了 厕所的门也打不开 你上来帮我戳戳呗 于是霍峰就跟着老王来到了家里 可电视打开之后根本就没有问题 只是厕所的门打不开 霍峰说可能是门锁坏了 明天找人上来修修 随后霍峰就打拼起了关于地下室的事 老王说地下室之前住了一户人家 在那个乱世 那家人的妻子因为种种原因自杀了 而家里的男人不久也病逝了 只留下了一个小女孩 名叫小菊 可是不久小菊也在屋子里上吊自杀了 两个人正说着 小红就赶了过来 老王说着小女孩一下子遭遇 小红就又看到了一些奇怪的景象 可是还没错多久 就吓得一流烟又跑了 小红索后不久 霍峰就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研究起刚才的颅音 可这次打开时 他却听到了老王喊救命的声音 当他出来查看时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音样 过了不久 老王在家里就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电视先是突然自己关了 那个原本打不开的厕所门也自己打开了 里面还发出奇怪的动静 老王站着惊惊的索音区一看 浴缸里的水居然变成了血红色 就在这时 经过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恐怖的洋娃娃直奔老王而来 老王吓得转身就跑 最终从楼上掉了下来摔死了 听到动静的霍峰连忙上楼查看 并叫了二狗一起寻找老王的踪迹 最终 在楼下地下室的门口找到了老王的尸体 第二天 霍峰找到了小红 了解了昨晚的事情 小红说他昨晚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形象 似乎有个冤魂要报复社会 说着就钻到霍峰的怀里说 霍峰 我好怕怕 我不敢说了 霍峰则把妹子落到怀里说 别怕 有我的胸肌保护你 而另一边 导演找到了文龙贩子二狗 似乎在拜托他找一件什么东西 不久 二狗带着一件明大的独心佛像 拿给了导演 并收下两千块钱 第二天拍戏的时候 小红因为耸看的诡异景象 而心声不宁 进不了状态 导演则走过来引导他说 这场戏主要是将女孩离开父亲 去独死打拼的心情 肢体和表情不重要啊 主要是眼睛里要有爱 想想广播体操 想想老汉 来 你盯着我看 想推车 看能不能找回初恋的感觉 小红就盯着这个死鬼导演 心想 你不就又想骗我上床吗 怎么还能看出爱情了 可看着看着 就在导演的脸上又看到了诡异景象 当时小红就崩溃了 这是霍峰走过来安慰他 怎么了 想到什么姿势 让你这么痛苦了 小红却把霍峰拉到一边说 我 我刚才又看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 是 是一个男人 强见了一个小女孩 并吊死了她 而那个男人看着狠眼说 很像咱们这个狗破写的导演 霍峰听红愣住了 不会吧 咱们导演看着不像这种人呢 两人正说着 坐在不远处的导演 刚好通过耳机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于是突然菊花一惊 糟糕 流涂不流肿 菊花万人痛 这是又减肥造疗 于是他突然堵住了霍峰小红两人 然后试探着问 咦 那拉策浓上来 一不开筋的拉就不挣尖了 老汉不知爱作文 啥事也带上窝呗 霍峰则打着马虎言说 不要闹 你推不动 几个人正说着 副导演说 一个特约演员突然有事来不了了 需要找一个备用的演员 霍峰听后则毛随私见受哦 我们楼上有个邻居挺适合这个角色的 等会我回去跟他要几张照片给你看看啊 导演听后笑了笑 呀嘿 小老弟也干上导演的活了 行啊 带给我看看吧 从片场出来 霍峰就带着小红又来到楼梯口 试图寻找新的线索 可是等了很久 也没有发现新的营养 随后两人回到家 正研究着什么样的体操 才能碎锻裂身体 导演却打来电话说 已经派了车来接他们了 让他们赶紧回去补录几个镜头 就说着 车就已经到了楼下 小红下了楼 霍峰则去找二狗要照片 二狗得知自己要当演员 很幸福 于是就开始在屋里找起了照片 二狗一边翻着衣柜 一边说着 自己也没有什么照片啊 不务价上就突然出现了一张 他的半裸照片 那是他跟一个镀金佛像的合影 二狗也觉得奇怪 咦 我怎么不知道 我有这张照片 霍峰看了看照片说 这个镀金佛像不错 哪弄呢 二狗有点紧张的说 哦 这是之前一个人托我卖的 只是没过几天 那个人就死了 不过哥们 有了这个佛像 可是发大财了 霍峰却试探中问 不会是你黑人家地下室 那家人的吧 二狗笑着说 哪啊 怎么可能 咒霍峰拿着二狗的照片 给了导演 导演一看愣住了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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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 你现在把他赶紧叫来 原来前几天 二狗卖给他的 那个镀金佛像是假的 拿在手里不久 镀金佛像 就变成了一个尼菩萨 而这时 二狗也正对人 敦镀金佛像 透着乐呢 菩萨 希望你能保佑 我成为大明星啊 正说着 二狗就听到了霍峰的声音 让他赶紧下楼 二狗激动的冲下楼 却在地下室门口 发现了一丁的美钞 只不过这些美钞 在我们眼里 都是一些死人用的纸线 而二狗看到的 却是美钞 他见线眼开 跟着美钞 一路捡到了地下室的 那个小黑屋 然后在那里 看到了小女孩 化成的鬼魂 不久 霍峰回来了 他回到楼上 打开了下午 在楼下录的声音 听到的却是 导演呼救的声音 回想起之前 老王的呼救声 他突然明白了一个事情 这时 小红打来电话 询问情况 霍峰说 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了 你看到的是过去的事情 而我听到的是未来 我的录音机 可以录到将来 要发生的事情 老王死了 接下来就是导演了 于是 为了弄清导演 到底对小女孩 做了什么 他把录音话筒 装到了地下室的那个房间 然后对着房间说 小绝 我知道导演 就是杀死你的罪犯 但是我没有证据 所以我需要你 帮我找到证据 好让我用法律制裁他 如果你想对我说什么 你就尽管说出来吧 说完就把麦克风 留在那里 转身离开了 这是霍峰 没有看到的事 房间里居然摆放着 个镀金佛像 之后 霍峰从地下室出来后 下落地口 发现了经常恍惚的二狗 二狗看上去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嘴里不停地咽到着 我还给你了 小绝 那个佛像 佛像我还给你了 这时塞片场 等到发慌的导演 也赶了过来 霍峰拦住了他 让他赶紧离开 说如果不走的话 小绝会来报复你的 导演听后愣住了 然后犹豫了一下 转身就跑了 松手楼导演 这栋旧楼就开始狂风大作 门窗也噼里啪啦 一顿挖造 霍峰则淡定地 走到楼梯口说 小绝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说完 楼洞里还真的安静了下来 霍峰随后回到房间 打开录音机 想听听看小绝 有没有在地下室 对自己说什么 可录音机却传了一个 可怕的声音 是你阻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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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霍峰就欺下流血 啪啪 倒在了地上 不久小红也赶来了 看到霍峰那样子 她连忙拨打了120 然后抱着霍峰想要离开 可是小绝的怨气 达到了巅峰 在屋里噼里啪啦一段乱噪 吓得小红吱哇乱叫 不久救护车赶到 接锁了两人 只是霍峰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而小红也被认定 是精神病胡言乱语 被关了起来 导演知道后 来到医院假惺惺的询问情况 医生说一个疯了 一个昏迷了 估计一时半会儿 也说不了话了 导演听后 也终于放下了 坠坠不安的心 很快半年过去了 小红通过高射的演技 骗过了精神病 医生顺利出院 他找到了 还在昏迷的霍峰 讲述着自己的遭遇 这时霍峰垂死病中 惊作起 在小红耳边轻声说 按着小红的要求 用他的方式 报仇去吧 于是小红就来到 那个荒废的破楼 对着地下室说 小红 如果你想干什么 就去做吧 我带你去找导演 幻音刚落 一盘录音磁带 就从里面滚了出来 小红见状 就联盟带着磁带上路了 不久 小红来到一个 颁奖典礼现场的外面 此时的导演 因为电影上映得了大奖 而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 路易斯黛 却突然从小红的 声音车上跳了下来 滚到了导演的车下 接受完采访 导演就傲娇的上了车 车是好车 只是 突然变得不正经起来 是的 导演没有看错 跑得飞快的汽车 居然没有司机 这可把导演吓坏了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我看到了一个 比小小开车 还可怕的司机啊 无人驾驶的司机 快啊 不久 汽车就来到了 荒废的黑楼那里 导演趁机从车上跳了下来 然后慌不择路的 跑进了黑楼 可当他发现 中计时已经晚了 小菊的灵魂 附身在一个鬼娃娃上面 追着导演哭得喊鸟 最后被吊死在黑楼里面 你以为电影就这么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是的 你没看错 这不占一于 1989年的恐怖国产电影 居然在30年前 就玩起了 如今国产恐怖电影的 反转套路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讲的那个故事 是真实发生的呢 还是就是说 一群疯子瞎编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真实发生的 因为电影里 有个桥段可以所证 当小红和霍峰 被送到医院之后 小红把他的所见所闻 告诉了医生 医生却认为他是 受了刺激的了精神病 所以才会为言乱语的 最后是小红谎称 那些剑翁都是假的 是骗他们的 才被从精帅病院里放了出来 所以我推断 那群穿着精神病服的神经病 所想的这个故事 应该也是真的 只是人们不信 所以才把他们 当成精神病给关了起来 尤其是电影的 最后一个镜头 也在暗示这一推断 那就是满桌子的药物 要不然 就是我的推断是错的 一桌子的药物 无非就是在证明 这个故事 就是这群精神病瞎说的 那我们再来分析几个细节 那个经常出现的 镀金佛像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的最后 为什么要出现在 地下室小绝的家里呢 根据电影交代的细节 我推断 那个佛像 应该是小绝爸爸 在临死前交个二狗的 需要卖个好价钱 之后交给导演 好让导演 把小绝养大 可是还没等佛像出手 小绝父亲就死了 所以导演 并没有见到小绝父亲 临死前说的遗颤 所以他临时起义 奸杀了小绝 嗯 应该是这样的 总的来说 这部剩下于31年前的 国产恐怖电影 还是相当不错的 无论是恐怖分文的营造 还是故事的结构 都看成经典 至少比现在的 国产恐怖电影 要好看得多 故事逻辑也严谨得多 多半评分 7点1分 也实至名归 好啦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下次感谢粉丝 是我严谨的推荐 如果小伙伴们 还有好客户的电影 也可以推荐给我哟 我是一条子虾虾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爱你们哟